Hello everyone, I'm teacher Sophia 我是Sophia老师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中秋节的英文单词 第一个介绍中秋节的英文 mid autumn festival 那 autumn它还可以称为fall 就是秋天 mid autumn festival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 moon festival moon festival 这个老师想要特别加强发音的部分 因为很多学生呢 不会念这个n 或是呢 直接臂起来 moon 那这样就念错了哦 这个要念moon moon festival moon moon 那如果只念moon 念到oo这边 那就是牛叫声哦 第二个当然就是介绍月饼咯 月饼的英文是moon cake moon cake 很多学生这边的发音错误会是这个A的地方 会常念成cake 或是kick 要念cake moon cake 如果想要加强母音A的长音 可以看这个影片哦 第三就是要烤肉啦 叫bar bq bar bq 这是老师和学生做的劳作 好 这个呢 好像 嗯 如果觉得没有办法联想去记这样子的单字的话 很长 看过就忘记了 那可以结合音乐或是绘本哦 留言跟老师互动的话 老师再把连结传给各位 多元的学习能够更加深印象 单字就不易忘记咯 第四个单字 palmelo 就是柚子 可是它跟我们的另外一种葡萄柚不一样 对不对 另外一个叫 grapefruit 这个是palmelo 第五个单字 lantern lantern 再一次哦 lantern 就是灯笼 老师下周还会再介绍使用的中秋节英文单字 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可以帮老师按个赞 分享 有任何发音相关或是中秋节有关的英文单字 想学的也可以留言跟老师说哦 英文口说发音绘画相关课程也可以视讯老师 All right I'm teacher Sophia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